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增强人物的皮肤质感 之前呢我们讲过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毫无差别的来增加噪点啊 增加细节来让皮肤的质感看得更好一些 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东西缺乏一些设计啊 缺乏一些理论的基础 所以说呢最近也看了一些大神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有一个思路可以给大家感示一下 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还是劳规矩啊 先来验货 我们看一下这是圆图 Flux生成的啊 它的这个皮肤的胶质感呢是很强的 那我们看一下增加噪点之后的这个效果啊 不叫增加噪点啊增加皮肤细节 大家看一下啊 呃增加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噪点的话呢 它会更加具有皮肤的纹理 而且呢会根据光影的变化不同 大注意啊 在整个图片里边亮度的部分 那那个皮肤的质感呢就会少一点 用高光打上去 然后这个暗部的部分啊 就是暗雕的部分 那个皮肤的质感会更多一些 就是整体来看呢 它会更加的自然 比如我们之前那个方法会更加的自然 整个的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没有用到任何的模型啊 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做 首先呢 那我们先来上传一张图片 那我们还是用这张图片 大注意啊 这个并不是一个 就是完全面部的一张图片 所以说你在处理的时候 if啊 或者其他的部位呢 可能会影响你处理的效果 呃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把脸给它切出来啊 我们先做这个工作 这儿呢 我们可以用 呃 把这个脸给它切出来 这儿我们需要调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Scaler你调多少 这儿我调到2.5 这个你看具体的情况啊 那你参照这个结果 大家看一下这2.5的情况啊 我们基本上这个脸啊 是占主要部位的 当然你可以调到2.0 2.0的话呢 可能这个地方就离得比较近啊 3.0可能白色衬衫就出现了啊 这个你就看情况自己去处理就行了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我们下边需要把它进行一个放大 因为它现在的大小 大家看一下 大概呢 是654乘654啊 因为outcrawled face出来的都是方形的 那这个大小呢 其实对于我们处理图片来讲 有点略小啊 所以说我还是把它缩放到百万级的像素 这儿呢 我就选1.0 不需要用任何的模型啊 那我们继续来预览这张图片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大小 好 那这是我们前期要处理的一个 工作啊 然后我们需要将面部的部分给它取出来 而且呢 为了防止细节的这个丢失呢 我们会把眼睛眉毛这个给它去掉啊 这儿呢 我们会用到两个节点 首先用到的一个节点叫 a person face landmark mask generator啊 这个可以将面部的一些五官呢 给它取出来 比方说呢 我们来取眼睛啊 你就可以打开眼睛啊 眉毛 可以打开眉毛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脸这个部分啊 我们再预览一下 大家注意啊 这个脸的部分呢 它是不精确的 为什么我这么讲 大家注意 这个头发这个地方 它首先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这个是不对的啊 但是别的都没问题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眼眉 然后眼睛 然后嘴唇 大家看一下这个没问题啊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把脸给它拿出来 就是不能用这个节点的 我们还是用sigment anything 这儿呢 我们选成这个提示词呢 我们写成face 我们来看这个制造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它中间有窟窿是吧 这个不用管它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将这两个做一个剪法啊 把需要的脸部的部分给它剪出来 好 我们从这个面部的遮罩里边 剪去这个遮罩 那最后我们得到的当然就是这样一个遮罩 大家看一下啊 注意啊 这个face呢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一个什么呀 有点多的啊 这个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第一部的部分给它做完了 下边呢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去生成纹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噪点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perline noise 这个是生成一些基础噪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云状的这个噪点 那其实我们想让它来模拟什么呢 就是模拟皮肤的这个质感啊 当然这样它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 先把这种的fix一下啊 然后宽度和高度这个呢 也不能随便的生成啊 我们必须和这个脸部这个大小呢 给它保持一致 在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减轻好的图片给它存一下 这个我们就叫做 initimage 那顺便这个我们也存一下 这个我们叫rollimage 原始图片啊 那下边呢 我们先get一下 这个当然叫initimage 下边呢 我们获取它的大小 getimage size 它的宽高呢 我们就有了 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生成的这个图片大小 就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噪点你看上去呢 它其实是不合适的啊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将这个skill给它改成 你注意啊 你要是想让它更密一点的话呢 这个不能用更大的值啊 应该把它调小 这个你尽量的调 我调成2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点就很密了 就特别像这个皮肤的那个质感啊 如果你这个值调的越大呢 这个噪点就会更粗一点啊 这个看你具体的情况 比方调成3 那下边还用到一个噪点啊 这个叫做沃罗诺啊 这个如果学数学的可能知道啊 这个当然你不用管它叫什么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同样的也是需要生成一个噪点图的 那我们将它的宽高给它控制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像是一个什么形态的 那大家看到这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用到这么一个东西了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为了模拟皮肤的那个细胞的纹理 对吧 那皮肤可能细胞大概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呢 这个同样的啊 它这个太大了 我们把这个调大 调成256 我们再来生成一个 fix掉啊 再看一下啊 这个可能就更像一点啊 就是相对来讲 它更像细胞的那个纹理 下边呢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呢 给它先结合起来啊 让它既有这个颗粒感 也有这个纹理啊 可以用image blend mode啊 给它先组合到一块 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将第一个图片连到这儿 第二个图片连到这儿 这个模式呢 我们先用 这是叠加嘛 是吧 这个大小呢 我们先给到0.5 看一下 感觉可以 是吧 大家注意啊 现在0.5 我们总还是觉得这种 朦朦朦朦的感觉不是特别好啊 所以说我们将混合模式给它改一下 我们改成线性简单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给到1.0 这样的话呢 黑色和白色可能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展现 大家看上白色会更强 黑色呢 也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保留 纹理呢 也会更加的有质感 下面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是给它增加一个颜色啊 就是说 它现在作为白色来讲 涂在这个肤色上 不管怎么去调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来取一下这个脸部的颜色 这个从哪取都行啊 从这个iitimage里边就可以了 get node 这个我们取一下iitimage 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来源于layer style啊 它叫做get main colors 就是说我们可以获取到一个图片里边主要的这个颜色的排行值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预览一下 那就啊 现在呢 你可以感觉一下哪个应该是肤色啊 其实应该是第三个 对吧 它这个是按照颜色的分布去排的 如果你用第二个我觉得也行啊 其实第三个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可以生成一个color啊 所以说呢 可以用一个color panel 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片 这个颜色值是在这儿啊 然后宽度和高度呢 当然我们需要跟这个放大之后的这个图片保持一致啊 就是其实就是它 那我们同样要用到get image size 那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个纯色图片啊 它的颜色值就是这个 下面呢 我们将这个纯色的图片值呢 跟它做一个图片的叠加 同样还是这个节点 注意啊 上面这张图片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纯色图片 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噪点图片 这个就直接拿过来吧 颜色呢 我们当然选择color吧 先看一下效果 大家注意啊 它现在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就说明我们这个顺序是不对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调一下 我们把这个调到这儿 我们把原来的那个噪点图片调到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对吧 下面呢 其实我们是要将这张图片和这张图片进行做一个混合 当然你混合的时候 我们现在只对脸那个部分进行混合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会用到一个高级的混合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叫做image blend advanced 来源于它啊 当然你 它还有一个VR版本啊 其实差不多 不用管它啊 然后你下边需要知道哪个是背景 哪个是前景啊 然后哪个是分层的图片 同样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遮罩 那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遮罩拿过来啊 这个遮罩呢 我们需要存一下 这个我们叫做imp mask 那这个节点就比较容易看了啊 首先呢 我们是get 原图 不是原图 而是我放大之后那个图 init image 这是背景 这个图就是它 然后这个mask 连过来就可以了啊 我们先来看混合之后的效果 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看的啊 因为你这儿这个invert mask 应该给它关掉啊 首先不能反转 对吧 然后blind mode 这个你也可以改一下啊 包括off city 这个都可以动啊 我们先把它改成 我觉得强光或者柔光 就是所有的变量模式都可以啊 我们改一个强光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噪点就加上去了 当然这个 这个叫什么 off city啊 这个有点 太高了啊 你可以适当的让它小一点 比方我们可以给到30 就是30%啊 大家看一下稍微有这个 这个噪点的质感 我们再调小20 20啊 然后10 大家看一下 10这个效果其实就不错了 对吧 这个噪点呢 就会比较明显了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要做的是 给它的光影啊 增加一些层次 你注意现在这个噪点是毫无设计的 直接平铺上去的 不管你是高光的部分 还是暗调的部分 现在我们都是均匀的给它打上了这个噪点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光和暗影呢 做一下调整啊 让它不太一样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得到这个脸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光影的东西 但是不太容易获得 所以说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用它的dapse 就是叫深度图 是吧 来获取它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啊 那同样我们会用这个 然后可以用dapse anything 用VR版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reset一下 这个大小其实应该是1024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image给它preview一下 但对之它现在这个光影的效果 这个光影肯定有点过了 就是现在我们需要将脸啊 鼻子啊 这样暗部的部分呢 给它比较好的凸显出来 所以说这个深度图呢 有点过啊 那我们需要给它remap一下 所以说我们会用到remap image range 这个可能功能还差一点啊 它只能调最高光的部分和最暗调的部分 那我们换一个啊 我们别用这个节点了 有一个类似的节点叫image levels adjustment 跟它一样啊 但是它会有一个中间调的调整 我这样说你可能不知道它是啥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把图片拿过来 那你注意 这是这个暗调啊 就是最暗的这个部分 这是中间调 然后这是高光 一般高光我不动啊 就是最亮的这个地方255就可以 一般呢 我们就是调中间这个调啊 现在你注意啊 是因为我觉得它整个太白 你可以把它调大 比方你可以调成 它是170是吧 你可以先调成180 感觉一下 就是脸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暗部就出来了 你可以再调的再大一点啊 比方我们可以调到200 你看一下脸的高光和阴影呢 我们就比较好的给它呈现出来了啊 相对于这个呢 它的质感就更好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两个再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融合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将它和它再进行融合啊 那我们下边给它存一下 set node 这个我们就叫Render Image 2 当然叫啥无所谓啊 下面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混合 所以说用到的还是这个节点 而且这个参数应该默认就可以了 背景图片 你注意啊 现在就变成了它 所以说呢 我们get node Image 2 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 我们要融合去的图片是它 那这个还是那个impaint mask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注意我一旦加上去之后 你注意这个噪点啊 它在暗部的时候就会比较多啊 它在亮部的时候就会比较少 注意啊 我现在给的其实有点什么 有点过啊 主要是这个点上可能给的太多 这是十 这场生的噪点会比较明显啊 可以给到九 或者是八 可能更自然一起 我们给到九啊 它这样这个点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啊 当然我们做演示啊 突出一点也没有关系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个区别啊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就可以更好的将皮肤的纹理呢 给它还原出来 下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给它粘回去啊 粘回去先要干嘛 先要缩到原来的大小啊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图片大小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采出来之后进行了缩放啊 这个叫roll image 换一个吧 还是叫做pre image 当然我去瞎叫啊 能区分就行 pre img 我们把它也存一下啊 这个就叫crop data 下面就可以往回粘了啊 为了让大家看到效果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image compare吧 我们可以用这个image compare 两张图片去对比一下啊 我们的第一张当然就是我们的nit 然后这个就是它 拉大一点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看哪个是原图啊 好像拉反了啊 应该是这个在上面 我看一下啊 这是原图 这是我们增加了这个皮肤质感的 这个你注意我加的稍微有点多啊 你可以稍减一点啊 我为了做演示看得更清楚 然后我们来复原一下整个的原始图片啊 首先呢 我们同样会用到image resize 这儿我们可以用这个节点啊 然后我们来获取一下这个pre image 就是我们没有放大之前的那个图片 然后把它的大小直接拿过来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张图片先给它存一下吧 这个我们叫render image 3啊 那同样我们这儿可以get一下 render image 3 然后拿过来 这样呢它就跟原来是一样大的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粘回去 这个就是用image post crop就可以 那我们把缩防之后的图片 然后用到我们的crop data 对啊 这个裁线的图片是它啊 然后原始的图片是我们的row image 还是最终的小部分 这样呢我们就缩防给它放回去了啊 你注意啊现在这个皮肤的质感就有了 呃你适当的可以再小一点啊 比方到8左右 我觉得这个整个皮肤质感可能会更好 大家注意啊这个方法比我们之前的那个方法呢 就更加的细致啊 尤其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纹理的设计上呢 其实不是瞎来的啊 不是随便弄个噪点就可以是吧 好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